今天下午又出了一个新的挑战 叫做黑暗时代守护者挑战 跟着一下三个步入走 保女拿下三星 来首先第一步 我们拿着一瓶骷髅法术 下在这个城堡的位置 法术呢 尽量下在城堡的正中间 这样能够保证出来的小骷髅 打掉两边的工人小屋 继续第二步 我们拿个病人 下在这个障碍物的位置 然后再把一瓶骷髅 下在地狱塔的旁边 注意骷髅法术 要留一小部分在这个城堂外 这样我们再下一个武神 武神路过镜像法术时 复制后的部队 就会进去把里面的投石堡打掉 等我们的武神打掉投石堡后 就可以用一瓶召回法术 把剩下的武神召回 同样的步骤 我们在阵行左边再来一次 先下病人 然后再下镜像法术 最后下武神 注意镜像法术不要盖到病人 否则就把病人复制进去了 OK 等武神打掉投石堡后 我们直接拿召回法术召回 最后就是第三步 我们在阵行最下方下大部队 先下女巫 后面跟上病人 再跟上我们的大手物质 以及武神和天使 等大部队走到这个黑龙塔的位置时 直接给上一发镜像 然后等我们的大部队 打到大北营后 勇王开个金身 这样就基本拿下了三星 那么这个月呢 一共有两个挑战 这是第一个 回头还有个女王的挑战 大家可以点点关注 每次挑战出来后 我会第一时间更新 非常简单的三用教程 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个赞哦